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今天來到這個忠孝動物上的文慶雞 新加坡文冬季雞飯 台北直營店 之前我常來這邊買便當吃 住美國那位粉絲 這邊的雞也很好吃 所以我就是這集是特地拍給你看的 這是這間店正面的樣子 現在下午4點多 還是稀稀素素有一些客人 這邊有寫 要麻新加坡,要麻來這裡 那如果是買便當的話 是只能在外面吃 不能在裡面吃 那這邊就寫在櫃台點餐 菜單在這上面 稍微貴一點 因為忠孝動物沒辦法 那這個就是他們很有名的雞 因為現在反光蠻強的 因為現在反光蠻強的 那這邊就是非常的忙碌在切 如果點餐之後師傅就是在這邊切 對對對 師傅你在這邊也很多年了 okok 那先看師傅表演一下去骨 那先看師傅表演一下去骨 好 這樣 大致上看一下就可以 好 那外帶區就是在這邊點餐 那我要點一個雞腿飯外帶 雞腿便當嗎 對 可以飯多一點嗎 嗯 謝謝 然後我要那個辣包 然後還要加一副肝 加一個肝 那是多少錢 好 好 麻煩你一台包 好 雞腿便當嗎 對 一半斤 放要多一點 然後加一個肝 好 那我還要那個辣包這樣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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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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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請問內用的話 如果像這樣點一個便當 這樣是多少錢 嗯 便當是只有外帶 嗯哼 就是點像便當這樣的 合菜是多少錢 嗯 單點一份肉的話是120 然後一碗飯20塊這樣 哦 這樣子 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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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有 我想問你們這個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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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謝謝 然後這個菜單拍久一點 免得這個客人,你們本事看不清楚 好,那現在我到別人的店,然後來開箱 不然他那邊,在裡面吃會比較貴 然後這便當好的就是這樣 有玉米、麗青菜跟豆乾 然後這個乾是我自己加的 30塊一份 那這店裡面有音樂,我不曉得會不會進 希望不是熱門的 好,那現在就試試看這個乾 他們東西真的是很不錯吃 但是我有一陣子沒來買了 好,那住美國的這個帥哥先生,你就看清楚 這家雞跟 雞的相關產品都很棒 粉嫩粉嫩嫩喔 甘甜甘甜的 雖然貴了一點,但是他東西就真的 品質很優良喔 好,這個 好,應該要放在湯匙上 好,這樣喔 就是這樣很甘甜甘甜,然後又很好吃的雞肝喔 好,然後很粉嫩很粉嫩喔 這樣 好,那我就聚焦在主菜上 我跟你講,其實配菜也不是很重要啦 好,這個是雞肉的部分 150塊比較貴啦 但是就真的很好吃 嗯 粉嫩粉嫩嫩喔 就是類似泡熟的那種海南雞的感覺 嗯 嗯 很好吃 而且骨頭都幫你去好了喔 好,那這樣 就看得很清楚了喔 這個雞肉也是非常的好吃的 這樣 非常的讚 我剛剛想到應該要放在湯匙上看比較清楚喔 好,可以看到他這個雞皮非常的薄嫩喔 然後充滿了這個雞汁喔 好,非常的棒喔 嗯嗯嗯 真的很美味 貴的有道理,然後又好吃這樣 怎麼對焦看不清楚喔 嗯 然後他這個是用雞湯煮成的飯喔 嗯 很有味道喔 就是那種雞湯的天然的甘甜味 還有一些香料吧 整個就很棒 而且他這個辣包是必加的喔 看來這個好像是人們,因為我得動作快一點 總之這個辣包加在飯裡味道會非常的好 嗯 辣辣辣辣的喔 然後還有這個一點點辣椒的甘甜味 那整個飯跟雞肉配起來就非常的搭喔 原味的部分我給他90分 然後加了之後95分 雖然他這個價格不便宜喔 但他東西就真的品質很好吃 好,飯量也非常的多啦 所以他算是很優質的便當店 當然在裡面吃也可以啦 就是比較貴一點 這樣總是 不知道是不是算是香米啊 好,總之就是這樣很好吃 那就很推薦各位朋友吃啦 好,這 貴了點 但是品質好 好,再看一次喔 他這個雞肉就真的是非常的優秀喔 好,記得一定要加辣喔 他們這個加辣更好吃 好像應該看得很清楚啦 不會看不清楚耶 好,那最後這就是這間店的名片喔 文慶雞,新加坡文冬季雞飯 然後地址在台北市忠孝東路三段 219-1號喔 然後有營業時間在這邊 然後這邊是全部的品項喔 當然可以按暫停鍵看啦 價格比較高 但是他東西就是很好吃喔 是我滿喜歡的這個 一個雞肉專賣店喔 好,那各位來就祝你用餐一塊 掰掰